他为什么对赚钱有兴趣 你们知道吗 我儿子 我们两口子装穷 装到了他初一 租的房子 上幼儿园都是保姆接送 坐公交车哟 我们就老带他去富豪家 顺意的大别墅 然后回来就说 爸爸妈妈 我觉得你们还不够成功 我说怎么呢 你看汪延叔叔他们新浪 管着两千多人 你们当当你们才管六百人 你看人家住的大别墅 我们家房子还是租的 他就有压力 他就老想发明创造 跟我们的司机说 这个奥迪车怎么改进 哪应该放这个显示路线图 哪应该放杯子 所以说你应该给奥迪总裁写封信 他说对 我这个建议 如果能给我奖励五十万美金就好了 吓司机跳 说你干嘛 这样我就能给我爸妈买得起房子了 他那时候反复问我 我今后当科学家 还是当作家 还是当企业家 我干嘛 科学家能赚钱吗 我不能 所以他五年级老做的梦 就是比尔盖茨送给他 挤火车的钞票 我 obst tail 我舰嘛 我舰南 我舰南 宝责 我是